谁念阿弥陀佛 是念他也是念自己 自他不二 自他是一体 这前面讲了很多 确确实实是一体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能有分别性 要有他佛要有我佛 这就麻烦了 把自己念佛的清净心破坏了 清净心里怎么有自他呢 自他就把清净心远无 不清净 所以念佛的时候 自他的念头都没有 这就真的会念阿 念的时候才会有感应阿 有自有他 还是比不念好了 但是那个能量就降得很低很低 所以念了很多年都没有感应 道理就在四地 那我们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回归自信的方法 是用念佛 支持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他是信的 他是自信的名号 阿弥陀佛是凡语 凡成中国 不是不能犯 可以犯的 阿凡做无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无量救 也就是说 没有一样 你不救 你真的 圆圆满满的救 是这个意思 圆圆满满救 是自己的自信 不是别的东西 是自己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他回归自信 他真的无量救了 他在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真的 他帮助我们 谁念阿弥陀佛 是念他 也是念自己 自他不二 自他是一体 这前面讲了很多 确确实实是一体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能有分别性 要有他佛 要有我佛 这就麻烦了 把自己念佛的 这个清净心破坏了 清净心里怎么有 怎么有自他呢 自他就把清净心染污了 不清净了 所以念佛的时候 自他的念头都没有 这就真的会念了 念的时候才会有感应 有自有他 念佛 还是比不念好了 但是那个 那个能量就降得很低很低 所以念了很多年呢 都没有感应 道理就在死地 什么时候 我们能得一念积极 这几句话是告诉你 你用什么心念佛 你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得用什么心生活 你用什么心工作 你用什么心厨师待人救 你在世间跟诸佛菩萨 就没有两样了 你真的是在学佛 用清净心 清净心里头有真爱 真的慈悲 你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还有我 你 他的 这不行了 这是迷惑 这不是觉悟 觉悟 这些界限 全都没有了 那么要到极乐世界去 实在讲 很简单 就是要用清净心去念佛 那这个人 灵命宗时 如在梦中 见阿弥陀佛 定身毕过 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得不退无上菩提 这个不退无上菩提 是跟阿弥陀佛所正得的平等 也就是一般人讲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 关口总是第一关最难破 第一关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得到了 后面的平等觉就不难了 头一关最难 为什么呢 你要破我之 决定不再执着这个身是国 什么是国呢 整个宇宙是国 你要肯定这一点 整个宇宙是国 我们中国古人 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人这无敌 仁慈的人 无敌 无敌是没有对恋 你要跟人有对恋 你不是一个仁慈的人 你要跟四对恋 跟一切法对恋 那都不是仁慈的人 人这没有对恋了 佛法开头去的学这个 学不给人对恋 要破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在过去 参加过十几次 过去和平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主题 化解成土 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开了三十多年 1970年开始 联合国就召开这个会议 这世界是越开越乱 连这些参加开会的人 信心都没有了 就开掉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放下对恋 没有放下对恋 我有这么个机会去参与 我们懂得了 佛告诉我们 破除五种见惑 第一个身见 第二个边界 边界就是对恋 就是念变 念变错误的 没有念变的 哪有念变的 自己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本身的矛盾没有解决 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解决矛盾 我是当年 这格里菲斯大学 找我 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 开了两次 参与 我把佛法当中的方法告诉大家了 这大家 闻手一闻 冲突在那里 冲突的根在自己本身 我们学佛的人懂得 你说的 你明白 本性跟习性的冲突 本性是本善 习性不善 善跟不善 这事情内里面的事情 不是外头的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可是西方人很难懂 什么叫本性 习性他搞不懂 我们这一句例子 比如说利益先前 利益先前 你是想到自利 还是想到利他 大家都说 当然想到自利 人家冲突起来了 我想利益我 你想利益你 这冲突就起来了 那你怎么能化解冲突 应该怎么样 反过来想 利益先 首先想到利他 人人都想到利他 问题不及解决 就没有了 那个时候 美国总统是布什 布什 你看 在演说的时候 一开口就说 对我美国的利益 他都没想到别的国家利益 这是制造冲突 这哪里是化解冲突 我也跟他 见过面也劝过他 劝过他还不错 他也能接受 但是他做不到 这其中因素很多 很复杂 我们也能够理解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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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